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四四图更简单 首先外表四个角 分别对角对调 十三万四 是不是无论横看 竖看斜看 加起来分别都是三十四 全都加起来真是三十四 刚刚这个视频呢 是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片段 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您跟我一样 咱们看武侠剧看的是什么呢 大侠呀 快意恩仇 欣赏的郭敬黄荣俩人的爱情故事 可是有这么一个人 看了刚才这个情节 他跟咱们关注点不一样 他的关注点是什么 是黄荣 他能解数学难题 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本书的作者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本 《数学科普书武侠数学》 本书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是李开舟 您看江湖上 武林当中 除了叫刀光剑影 爱恨情仇之外 这里边难道还有数学高手吗 咱们跟着作者一块去游历一下武侠世界 看看武侠高手是怎么用数学知识 决胜江湖的 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张 题目叫做三角在手 天下我有 看完之后我才发现 感情武侠高手萧峰 他还是个几何天才 作者就给我们还原了武侠世界当中 萧大侠巧用全等三角形的性质 获取敌军位置的故事 天龙八部第五十回 萧峰断玉虚竹 这仨人在前面走 遇到大辽国的敌军追来 萧峰只见前面 哎呀 一片烟尘冲天 这个敌军到底离咱们有多远呢 这时候萧大侠运用自己掌握的数学技能 这里边有一种叫全等三角形定理来部署 测量路线 最终就了解了 敌军离我们这是多远多远 咱们一块跟随着作者来了解 萧大侠他是怎么测量的 咱们首先看一张图 萧峰等人站在B处 望见C处 辽军兵马的烟尘 那么萧大侠就派出了轻弓高手 段欲施展着陵波威部 沿着垂直于Bc的方向 赶往D处 从D处转向C行 使得段欲的行走路径 垂直于B地 与此同时 萧峰又派出了轻弓高手 要须逐 赶往B地的终点 到了A处 再沿着与辽军烟尘相反的方向 朝西南方向前进 两位轻功高手汇聚在了一点 根据全等三角形的性质 全等三角形对应边相等 那么BC和第一的距离相等 段宇就根据自己的步伐能够估算出 原来第一的距离也就是BC的距离 也就是肖峰和辽军之间的距离 所以您看高手对决 除了说我的内力强 我的招式高 这个数学技能也能派上用场 在武侠世界当中 不光是豪气冲天的大侠 他会解数学题 这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 他居然也会是数学高手 您再看《射雕英雄传》第29回 当时郭靖背着黄荣 黄荣身受重伤 闯入英姑的住所 英姑说 那个黄姑娘你给我解题 解明白的题咱们再说后边的话 原文当中说了 黄荣见到细沙之上啊 画着很多横平竖直的符号 大大小小的圆圈 还写着什么天圆地圆 人圆物圆等等字样 黄荣随手而画 拿着这个竹棒在沙地上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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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 毫不费力解除了多元方程 可是郭靖在旁边一看 呃乃是瞠目结舌 如看天书啊 那么在书的第六章里 作者就给我们揭秘了 沙子上画的那些 郭靖一看 什么天书啊 这些符号文字表达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方程式 我们来看这本书里的一张图 从作者在书里提供的一张图片 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现代的一元多次方程啊 有未知数X的多次项 X的平方 X的地方 X的四次方 那么古人怎么表达这些呢 他们叫天上高层 用天元表示一元高次方程的位数 用天人地下的汉字表示多次方 这是叫天元数 虽然说古人跟我们用的 这字眼不一样 但是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求解方程的方法 跟咱们跟您中学里学的数学 基本上是几乎一样 但是黄荣解出的多元方程 根据作者的考证 用天地人物表示多元方程的位置数 这是一个元朝的数学家 姓朱叫朱世杰 他发明的叫做四元数 所以在武侠世界当中 这郭靖黄荣 他是南宋人 俩人等于是超前了吧 这种方法还没有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应用他来求解方程了 看起来书里写 黄荣啊 聪明绝顶 这确实不是瞎说 天书一般的方程 刷刷点点 就可以轻松解开 但是您知道吗 在他生活的南宋时期 是没有数字零的 那没有零 他解方程的时候 遇到好比说吧 1010 1010 这样的数 他应该怎么表达呢 这本书里还有一章 题目叫从零开始 作者给我们讲述了 关于数字零的历史 其实您知道吗 人类早期文明 都没有零这个数字 可是那会儿的人 他怎么计数呢 作者就借助评价 天龙八部当中 有个慕容妇 您都听说过 悟闯万仙大会 给我们科普了 中国古代 关于数字 它是怎么表述的 书里说了 现场有108个人 如果慕容妇 给每个人磕10个头 那么可能慕容妇 要磕1080个头 考虑到时代背景 您可听好了 原文写的是 要磕1080个头 但是那会儿的人 其实应该不会这么说 他们会说 1080个头 因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 宋辽西夏三个政权 鼎立的时代 那会儿有零这个汉字 但是没有圆圈零这个数字 古代中国的学者 会用某个汉字 比如说它写成汉字 上面一个语字头 底下一个命令的令 这个零 或者写空 来表示空白的零 而这个零的意义 也不是今天所指的 阿拉伯数字零的含义 仅仅表示一个站位的符号 那么既然说零这个数字 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 那是谁发明了数字零 并且把这个概念 推广到了全世界呢 作者说了 零是印度人发明的 在古人眼中 每一个数字 它都要找到 在现实世界当中 你得有一个对应的东西 你说五 就人这五个手指头 但是零没有对应的东西 我们计数的时候 也是从一开始 所以把零归为自然数 当作数字使用 确实需要古人 脱离这种具象的思维 零作为一个数字来使用 这其实也标志着 人对数学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知 我一开始看这书名 是觉得很有意思 这俩事嘛 风马牛不相及 那作者 人能把它们结合在一块 在书的序言中说了 中小学课堂上 可能学到的数学知识 掰开揉碎之后 洒进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 希望这些知识 能在江湖之上 再沉再服 让那些对数学 望而生畏的孩子们 感受到数学的有用和好玩 当然了 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课 每个定理 公式 它都经过严谨的证明和推演 不是说 我们讲一个大侠的故事 就能完全给您讲明白 这本书呢 只是从我们熟悉的武侠故事入手 帮助大家理解 那些相对比较抽象的数学知识 调动咱们学数学的兴趣 学好数学 咱们是他年相见 后会有期 各位 小弟告辞